咱们继续啊 刚才呢我们是不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Redis 接下来呢我们安装一个Redis的单机版 好嘞 那么首先呢你是要把这个Redis的安装包 上传到你的Linux上 ok 好 那么上传之后呢 我把它解压到哪个目录呢 我是不是解压到usrlocalsrc这个目录 你不把它解压到这个目录放在别的目录下面 也是可以的 那么安装的时候用哪个用户安装的 root用户 用root用户 不一定 因为他要往这个src下面添加一些文件 如果是普通用户他没有权限添加 那么还有一个他要编译 普通用户呢是没有 他要不往别的目录下面写文件是没关系的 比如说我安装一个mysicle 你当然就可以在你的普通用户下面安装就可以 不一定 因为他要把他的一些文件放到一些特定的位置 如果是普通用户他就没有权限化 ok 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进入到这个目录下面cd到redis 2.11这个目录下面ls 你会发现这里边呢 啊这里边呢有很多的一些文件是吧 还有一些目录啊 其实呢这个redis是用c语言写的 那么我们要 我们要编译安装他 好了 好嘞 那么我们看一看这里边呢 有一个 有一个文档啊 首先呢你要把它给解压到目录 然后进入到这个目录 然后执行make and make install 这个呢是对c语言的进行编译啊 看来我这个是安装过 那你们呢会遇到一个问题 你们会遇到一个问题 遇到什么问题 如果是这个linix 你们使用的是最简版 他会报一个错误 报什么错误呢 他会说 这里边呢没有缺少依赖包 缺少依赖包 缺少什么依赖包呢 缺少gcc这个依赖包 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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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的编辑 那么没有GCC怎么办呢 使用yam-y install gcc 安装这个GCC这个编辑 然后再make and make install 然后呢 你在安装的时候呢 它有可能还会报错 是因为呢 你这个Linux上没有这个 gema-locale这种内存分配机制 那么这个时候你在make 后边传一个参数 传一个这个 内存分配机制使用这个libc 然后按的两个按的号 make install OK这样就可以了 重新编译 好嘞 那么接下来咱们来看一看 它是不是已经编译完成了 它说it's a good idea to run make test 是吧 你还可以执行这个命令来进行一个测试 好我在这里面安装一下子就成功了 但是你未必能成功 为什么这个是因为以前呢 我安装过GCC 它 就不用我安装这个步骤了啊 那么你在安装的时候 如果报一个错误 那么你可以用这个make ma-locale等于libc and make install 然后再执行这个命令 重新安装就可以了 重新编译安装 好嘞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 我们要修改一下redis的配置文件 再修改一下redis的配置文件 那么你进入到这个usr-local下面 创建一个redis目录 这个redis目录就是我以后将这个redis 安装到这个目录 make dirusr-local-redis 这个目录是干什么的 这个目录就是我以后redis的安装目录 而这个sr-loc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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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接下来 接下来 我要修改这个配置文件了 这个配置文件在它的 编译的这个包下面 是不是有个redis.conf 那么接下来我把这个配置文件放在拷贝到 cp-redis.conf 拷贝到usr-local-redis这个目录下面 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它圆码包下面有一个redis配准件 那么以后我要用它 我直接把它给拷贝到redis的安装目录 其实这个安装目录下面呢 只有一个配准件 只有一个 目前只有一个配准件 我们看一下cd到usr-local-redis这个目录 下面是不是只有个配准件 好 那么我要修改这个配置文件 这个配置文件修改呢 其实只修改其中的几个即可 只修改其中的几个即可 好 我们来看一看修改哪几个配置 哪几个属性的 diamondag yes 这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告诉它以后才运行了 cluster enable yes 把它给住掉 这是什么意思 我现在是不是单击模式 单击模式我不开集群 是吧 我把它给租掉 append only yes 这是什么意思 让它开启即日子的方式 相当于它要把数据同步到 吃盘 bomb的什么意思 它绑定到 还不地址 ok 好嘞 那接下来呢 我们改一下吧 vi一下ready是点康复 这里边首先有一个叫de de de demonad 原来那是no 现在改成yes 是吧 然后接下来再查找 还有一个叫cluster ok cluster enable 它默认就是怎么样 是不是没有开启 是吧 这里边说cluster enable yes 这个是不是注释掉了 它本来就是注释掉的 你这个呢 可以直接怎么样 直接把这个这里边写 这个是集群模式 这个这个不用管啊 这个不用管啊 默认就是没有开启 默认就是 开启 集群模式 ok 这个呢 你也不用管 相当于这个你就不用管了 然后这里边有个append only yes 给它打开 然后把append append only 这里边找一下 我这个 opend only 查找 那你看opend only 原来是no吧 把它改成yes 相当于它把数据呢 存起来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 参数叫 哎 我退出 然后在这里面收bomb了 哎 说说错了 说nn bomb 那么它呢 是可以绑定多个ip地址的 你看现在呢 你看现在呢 这里面是不是可以绑定什么192 168 1.100 10.0.1啊 那么现在这里边 它默认绑定的是 默认绑定的 bnd 我记得默认绑定 哎 你看它默认绑定的时候 127 0.0.1啊 我现在让它绑定哪个 绑卡呢 192.168.1 2 207 好 一共修改了三个配置吧 很简单吧 是不很简单 好 那么接下来呢 你就可以实用了 那么实用的话 你进入到这个ready是 呃 你你进入到哪 呃 这个对应的 这个配置键里面 执行这个ready是server.ready是点conf 好 那么进入到 哎 执行这个ready是server 然后ready是点conf 这是什么意思啊 告诉他启动一个ready是服务 然后对应的是这个配置键 那其实你现在啊 在哪个目录下面执行都可以 比如说我cd到我的家目录下面 然后接下来我使用ready是server 其实这个ready是server 他已经把它添加到黄金面亮了 你make and makeinstall 他已经把它添加到黄金面亮了 然后这个配置键里面在哪里 ready是ready是点conf ok 如果你不在他当这个配置键里面所在的目录就要指定他的 全路径是吧 好接下来一回车 然后ps-ef grap一下ready 你会发现当前这个ready是不是已经启动了 它是绑定的 192168 1.207 6379 ok 注意这个6379是他的一个默认端口啊 好 那么我们这个ready是不是已经安装好了 接下来呢 我要使用一下这个ready 使用ready是用什么的 ready是 cli 这个cli是什么意思 客户端是吧 好 接下来呢 我 连一下 他说呀 你这个时候呢 你没有指定 地址他连接的是 127的0.0.1 他说什么呀 没连上是不是 那么我退出 为什么他说连127的0.1没有连上啊 为什么没连上 因为我绑定的 地址不对 那么我们来找一下 他这里边我想指定他的 端口号 地址是不是杠一次啊 好 那么杠一次是192.168.1.207 好连上了吧 但是这个数据库 他是不是没有密码啊 没有密码 那没有密码 暂时先没有密码吧 接下来我想看一看 这里边有多少 keys keys 什么意思 进行匹配吧 你现在是不是可以 把它当成一个大麦吧 keys 是不是他这里边说 keys empty 对吧 接下来你往里边怎么样 叫 叫 set 这里边有提示啊 key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key是 小牛 value呢 1 好 这个时候呢 是不是set这个key OK了 那你的key是不是叫小牛啊 好 接下来我能不能把这个key怎么样 取出来 小牛 OK 你取是不是1啊 OK 那接下来我再往里面塞的key 其实这里边还有指定他的超时时间啊 有时候这个key呢 在这个redis里面 可以 有多长时间的存活时间啊 这个比如说现在呢 我没有给他设置他的超时时间 我现在呢 直接就是给他设置个时间 设置时间 相当于他一直保存啊 好 那么接下来 我给他设置5 我问一下大家 后边这个都是提示啊 相当于都没有东西 好 那么我们赛的小牛5 原来是不是里面有1啊 我再赛这个5 你猜一下 这个值成变多少了 5了吧 是不是 那以后我们用的比较多的 其实是不是用来累加 是不是用这个key来进累加 好 那怎么办呢 这个叫 incre incre 我incre 我要哪个key 对应的valueincre 小牛是吧 好 这个时候他incre一次 怎么样 加1吧 有人说以后 如果有多个客户端同时掉 会不会出现现成完全的问题 有很多的客户端 你也加 他也加吧 很多人加 会不会出现现成完全的问题 其实他里面有数 如果第一个客户端 没有加完 其他的要想加 他得等 OK 他是不是要保证一致性啊 是吧 好 但是呢 我通常在incre的时候 是不是不仅仅是加1 有可能加10 加5吧 那怎么办 incre incre by 小牛 加多少呢 加100 好 这个时候呢 就变成多少了 106 OK 没问题吧 你看你现在是不是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key value类型的数据库来使用了 好 比如说我现在要减1呢 减1叫d decreate decreate多少 是不是变成105了 那么有没有decreate by呢 有吧 减10吧 这个时候变成95了吧 没问题吧 就没问题 好嘞 那 那 现在有这个incre by decreate 以后进行累加 我是不是直接用redis进行累加 是不是就可以啊 好嘞 这个就是redis的简单安装 还有一个问题 redis呢 以后 我是不是想设置它的密码啊 我如果不设置密码 是不是 谁进来都可以 进行操作了 那怎样设置它的密码呢 好 在这里边 你要想设置密码 在这里边 你要config set require pass 这个呢 就是 设置它的密码 好嘞 那接下来 我在这里边设置它的密码 OK 这样呢 我这个密码 就设置好了 但是 这个设置好了 你这个redis进程 一退出 比如说 现在我想 我想连这个redis 好 然后呢 我想key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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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什么呀 no auth noauth noauth 是什么意思 没有权限吧 那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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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是要输入它的密码啊 这个时候我说 o a u t h auth 多少呢 123 这个时候是进来了 对不对 这个时候是不是进来了 也就是说 我是不是可以给它设置密码啊 OK 这个设置密码 然后呢 它就怎么样 它就必须输入密码 你才能进来 OK 现在呢 是不是都没问题了 好 这个redis的简单安装啊 OK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